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把血糖降下来 持续下去将会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除此之外 长期高血糖还会使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病变 导致急慢性病发症的发生 如胰腺功能衰竭 湿水 电解质紊乱 营养缺乏 抵抗力下降 肾功能受损 神经病变 眼底病变等 血糖高的危害这么大 我们该如何降血糖呢? 这种叶子几片就能降血糖 是什么叶子呢? 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那就是桑叶 桑叶在乡下还是比较多的 可以拿来喂馋 有些地方甚至直接拿来烧火 其实 桑叶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降血糖就是其功效之一 桑叶中含较多的桑叶多糖级生物碱 其含量为30.4米之巨 多糖和生物碱通过促进胰岛素 比细胞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 同时 桑叶中的生物碱类DMJ可通过 抑制糖肝酶活性来组织血糖值升高 而桑叶脱皮固酮也能促进葡萄糖转化为糖原 最终达到降血糖的效果 桑叶降血糖的作用 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发现 那时西药还没有发展起来 人们就通过拿桑叶来泡茶饮用来降血糖 当然了 这种方式降血糖是比较缓慢 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才能起到作用 不过现代药理研究最新发现 把桑叶汉液生菌艳氧发酵后 不但能提高桑叶中一些有效物质的含量 而且药材中的大分子物质还能转化成更利于吸收的小分子物质 效果比饮茶好几十倍 自从发现效益比茶降血糖更好后 现代高血糖患者更倾向喝食物效益来降血糖 各种功效的食物效益也应用而生 目前降血糖方面用的比较多的是 是药麦桑叶益生发酵液 是提取桑叶、桥麦、淮米、绝冥籽、枸杞子、菊花 等六种药食同源性食物中的有效物质发酵成的食物效益 临床上常用于动脉周样硬化、三高等疾病的饮食调理 主要成分解析 药麦 药麦是种理想的降糖能源物质 药麦中的各是胰岛素不可缺少的辅助成分 能增强胰岛素的活性、加速糖代谢 能增强胰岛素的活性、加速糖代谢 补充各元素有利于降低血糖 研究还发现苦桥中含有药麦糖醇 能调节胰岛素活性、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 据临床观察 糖尿病人食用药麦后 血糖、尿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很多轻度患者单纯食用苦桥麦即可控制病情 淮米 淮米中含有丰富的卢丁等抗氧化成分 能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和脆性 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 促进细胞增生和防止血细胞凝聚 以及抗炎、抗病毒、利尿等作用 临床也用于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及核病高血脂症 枸杞 枸杞多糖是枸杞的主要活性成分 枸杞多糖有改善细胞和成汗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保护细胞的功能 赶紧将这个知识分享给亲朋好友 分享出去 救人一命 功德无量 感叹号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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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